又是一年高考季 算一下 距离我参加高考 已经过去九年了 作为一个年轻的老同志 过来人 从一个从业者的角度 给今年参加高考的同学 一丢丢不成熟的建议 就是我该不该报考 航空航天类专业 不出意外的话 我感觉这期视频 明年后年你拿出来看 它也是有参考价值的 所以高一高二的小伙子 你别干愣着赶紧收藏了呀 下面我就讲三个事 或者说三类人 第一类对飞机谈不上喜欢 但也不讨厌 也不知道毕业后要干什么工作 那我要不要报航空类专业 第二类是我对飞机很感兴趣 那我要不要报航空航天类学校 或者专业 第三类就是我已经铁了心 要学航空 谁敢拦我我跟他拼命 那我应该去哪学 第一类人 这个问题回答起来就很复杂了 因为他本身就没有什么倾向性 就在摇摆 三两句根本解释不清 所以我干脆一句都不解释了 不要报 坚决不要报 第二类人 有个小伙子说了 哎呀 我很喜欢飞机 还特别喜欢看马卡耶夫造飞机 那我大学是不是应该去学航空啊 哎 小伙子 喜欢看我视频是好事 说明你也是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但是你一定要记着一句话 把爱好当工作 会毁了一个爱好 听马老师一句劝 爱好这个东西啊 都是虚的 水很深 你把握不住 你说你现在感兴趣 看见飞机就激动 但是当你看到这些热力学 以及空气动力学的参数和公式 看见激波的公式 看到连续方程 动量方程 能量方程 NS方程 你还激动吗 是不是逐渐冷静下来了 爱好啊 更像是谈恋爱 一旦入了行 那可就是过日子了 其实毕业之后 从事航空的绝大部分人 平常工作中 根本接触不到飞机 甚至有的人 一辈子都没见过 自己参与研制的飞机 大部分的工作 是很底层很基础的 可能你一辈子干的 就是研究这个轴程 怎么让它不容易断 研究这个叶片 怎么让它耐高温 研究一个密封 怎么才能不漏油 说是造飞机 其实和造汽车 没啥大区别 但是有人说了 我学的航空 但是我毕业了 不一定非得干航空啊 这个想法 太对了 很正常 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 航空发动泥 怎么我都学会了 那汽车发动泥 咱也能干呀 但是实际情况 你想想 人家车企去招聘 如果学汽车发动机的人 都多的挑花了眼 你凭什么说服他 去招你一个学飞机发动机的 而且有些航空航天类专业 比较冷门 HR都不一定听说过 举个例子 我有个同学 本科和研究生 学的都是航天 毕业之后 想转行 面试的时候 人家HR就问了 你之前学的什么呀 他说 学的高超声速 飞行器设计 这人家一听就懵了 飞行器是啥 都不一定知道 你还高超声速 最后 这个同学呢 去做销售了 发展的其实也挺好 第三类人呢 就是铁了心 要学航空 谁劝跟谁急 那应该报哪些学校呢 毋庸置疑 航空航天类的三个元老级学校 北航 南航 西工大 这三个学校啊 各顶各的牛逼 火箭 飞机 导弹 都是他们的祖传手艺了 具体报哪个 就看你分数高低 想去哪个城市了 从这三个学校毕业之后 在行业内 基本上可以说是横着走 你要是在其他行业 遇到校友 还会有点激动 但是在航空领域 如果你是在这三个学校毕业的 有可能你们单位的 一二三把手 全是你校友 我现在啊 看到河南老乡 都比看到西工大校友激动 太多了 除了这三个 现在很多学校都开设了 航空航天类学院或者专业 像上海郊东大学 就有航空航天学院 另外像航空大 清华 西安郊大 下面大学 等等 很多 另外还有一个复旦 他们也有航空 而且还是双一流专业 西工大和南航都不是 这咱也不懂 比这些学校分数低的 像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南昌航空大学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也能考虑 刚才说的这些 网上都很容易搜到 我就不挨个说了 实在不明白 实在感兴趣 可以给我发私信 最后零散的补充几句吧 都是经验之谈 第一句 如果你是南省 在一个航空航天的学校里面 大概率在四年 或者七年 甚至更长时间 都只能和你的室友 相亲相爱 而病死磨了 像我本科 一个班 25个人 就两个女生 但是换个角度 如果你是女生 想在大学找个男朋友 那比喝水都容易 第二句 高中阶段 你对自己的认知还不够 不要对自己过早下定义 设限制 飞机很复杂 你学机械 学电子 学自动化 学通信 学计算机 等等 很多专业 如果你愿意 航空报国的机会多的是 别激动 让子弹先飞一会儿 一冲动进来了 万一和你想象的不一样 毕业了转行 或者入职了又跑路 对你自己和整个行业 其实都是损失 好 说了这么多 还是希望每个人 最终都能进到 自己满意的行业 每个行业 也都能招到 真正喜欢这个行业的人 一起为祖国建设 乃至人类发展 天砖加瓦 最后 祝福所有2021 参加高考的考生 乘风破浪 考出自己理想的成绩 我们下期见